大家好 之前黑勤議員和大家講解了幾個建制派議員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 今天我會和大家講解另一個建議就是懲請書 因為根據議事規則第20條 議員可以向立法會提交懲請書 要求就個別議題成立專責委員會 只要在開會的時候有不少20個議員站起來表示支持 懲請書就要交付專責委員會去處理 但非常可惜的是近年這個第20條的懲請書 經常被反對派濫用 專責委員會已經成為他們政治炒作的工具 其實現在在立法會已經設有不同的委員會 亦都可以通過正常的機制去決定成立專責委員會 反對派濫用這個懲請書的方式去成立專責事務委員會 結果會導致現在的機制可以這樣說 形容不虛切 另外20個議員站起來就可以成立專責委員會 這個要求在1983年開始從來沒有改變過 看看歷史 當年的立法會只有50個議員 但大家看看今天立法會已經有70個議員 若果仍然是沿用20人作為標準的話 其實並不適當 世界是不斷轉變 當然我們的議事規則也應該與時並進 所以我們建議若果情請書交付 並作出一部跟進的話 最少應該要得到35個議員的支持 這樣才能夠確保我們有關的情請書的制度 不會再被人濫用 以及改變了現在成立專責委員會的機制 waa 正式